Hello,大家好,我是Yanny 很多人都知道 搭飛機會令皮膚變乾 其實頭髮都一樣會的 你看到我一直都是長頭髮的 那究竟我平常是怎樣護理你的頭髮呢? 以下有幾個tips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tips就是洗頭我建議洗兩次 可能不少人都會偷懶洗一次就算了 第一次只是沖走頭髮表面的油脂灰塵 第二次只是真真正清潔的頭皮 另外再配合一百梳一面梳上頭髮 一面按摩頭皮增加血液重環 第二個tips就是塗護髮素的時候 可以先關掉水龍頭 盡量按走多餘的水份才塗護髮素 以免多餘的水份充走護髮素 留意塗護髮素是塗在頭髮上 而不是頭皮上 塗在頭髮上就留一至兩分鐘 讓它吸收 第三個tips就是洗頭髮後 不要用毛巾慢的搓乾頭髮 應該用刃或用刃的手髮 慢慢刃乾到頭髮不滴水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頭髮經常互相磨擦 就會傷害毛髮的倫狀表層 有人會問我 我都很乖地塗護髮產品 為什麼好像看不到效果這樣呢 問題可能是你塗這些 面充洗的護髮產品的適合 最關鍵的適合是洗頭吹頭前 但你要記住不要趁頭髮好濕好濕之下塗 第四個tips就是 在刃乾頭髮在吹頭髮前 你先用阿菲達的頭髮 觸效收回精華 它是面充洗配方 成份主要是一些高蛋白的配方 很天然的 可以抵抗熱力傷害達450度 當你吹頭或用卷髮 在這些高熱力會傷害髮質的工具前 可以好好保護你的頭髮 減低熱力對頭髮的傷害 出Trip之前 隨身帶著這些修護髮尾精華 因為頭髮比較長 坐飛機久了 或者去到外國 很多時髮尾都會特別容易乾 和無醜開叉 面充洗之餘 可以做到即時修補急救的效果 塗一點在髮尾上就可以了 會令髮尾貼很多 跟著你的tips好好保護你的頭髮 一起令頭髮變得更乾淨和美麗 如果想知道多些關於你的頭皮 和頭髮狀況 或者是非常專業的頭髮服務 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看到多些資料